在中国当地时间9月14日9点30,18 浙江的一当地官媒在一份报道中提到 一个被称为小杨的19岁浙江在校女大学生 在上个月和男友玩吃香蕉的时候 男友觉得小杨的下嘴脏不开 而自己拥有的香蕉尺寸有点夸张 小杨可能也觉得自己吃得不够满足 在几次尝试后 居然想办法 张大自己的下嘴 那就找个辅助工具填充 结果经过一场酸肠淋漓的吃香蕉 彻底满足了自己 可是意外发生了 那个辅助张大嘴的工具无法取出 刚开始小杨本来不在意 因为吃香蕉也是三天领头的事 反正也取不出辅助工具 倒不如好好利用 方便以后好吃香蕉 直到9月14日 小杨觉得身体疼痛难忍 甚至治疏中提到最近走路有点不大推进了 感觉快不行了 因此急急忙忙找到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杭州市西西医院就诊 此事经呆了所有在场 医务人员最终在医生的细致检查后 在小杨下水里发现了一个物体 据医生描述 这个物体光滑的卡在那里了 在次日 最终将其起初 最终发现那个特别物体 是一个长五零米 宽三零米 类似化妆品盒子的东西 针对此事 众多中国网友翻翻评论道 这辈子都没这么无语过 是我老了吗 现在的年轻人花样太多了 这个男朋友肯定不会娶他 这能不刺激吗 我隔着屏幕看着都刺激 看到这个消息 我第一时间也是傻眼的 不知道究竟是我们90后落伍了 还是00后太前卫